享受过烈喜悦获得成功的妙方 我是陈秀芳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2024年10月23号的股市妙方 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讲 今天节目很精彩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会告诉大家 今天秀芳正式推出一个活动 然后就是为了回馈粉丝 接下来的话最后面还会有生计小教室 很多人跟秀芳反馈 他们很喜欢生计小教室这个单元 因为秀芳讲得很直白很浅而易懂 然后他们可以就是看影片短短看了30分钟 可能因为我有时候会废话比较多 录的比较长 他们看了40分钟 他们都是怎么听你们知道吗 洗碗的时候做家事的时候 因为很喜欢我的那些粉丝 他们几乎就是家庭主妇 就是可能有全职的家庭主妇 也有可能是上班族 然后回家要煮饭干嘛干嘛 他们就是在折衣服在忙家务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收听秀芳的影片 结果他们就听一听 他们就觉得有趣 所以他们常常会给我反馈 他们觉得说生计小教室这个单元很棒 希望我可以延续下去 我会跟大家说的就是 生计小教室这个单元一定会延续下去 有时候我也会干掉你们知道吗 我也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尽量加入我的LINE 17888 VIP 你加入我的LINE 你跟我说你想听什么 想听什么生计 你可能对生计有什么误解 或是对生计有什么不了解 你都可以随时发问给我 那我就可以把它纳入在生计小教室的单元 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知道什么 然后我就会一并的回复给大家 然后就变成是一个单元 然后就跟大家讲 就是你看到这个节目 你除了可以看到今天我对盘式的看法 我们的操作是什么 你连同也可以带走秀芳脑袋生计的东西 好 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聊聊 好 今天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是涨的状况 今天是反弹 那今天其实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很开心了 开心什么 开心想说台股终于自跌了 其实我其实想法很简单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根关键K 这根这么大根 爆这么大量 这根关键K的高点要站上去 整个空方的架构才会被稍稍扭转 可是我觉得今天反而有一个好事情 就是看长线短线多空投加速 都有慢慢好准的迹象 那今天其实 你说今天这样算指纹吗 其实我觉得还没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 还是要再观察 所以最近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 我们就是多看 就是如果你掌握不到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不要说想要去抄底 或者是抄热蒙古的底 因为我认为这样可能相对来说 你逃不到便宜 那对于我来说 我的操作下来就是 我就低档布局 所以只要股价稍稍有回档 这反而是我认为是好的时机 可是因为你可以掌握到像我一样 就是这种低档布局的股票 因为我认为这个要花时间 并不是说大家不厉害不聪明 而是大家并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挑花生 找到这些好的股票 可是因为我有 因为我愿意花时间 我们操盘团队就是做这些事 因为这白话就是我工作 所以像我现在挑的股票 其实我们就是慢慢买 我们今天不一定有买 我们明天可能会买 就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 我的操作不是每天操作的人 因为高频交易不适合我 不适合我 我知道我适合什么交易 那我就跟大家讲 对的事情重复做 你永远只要记得 这个交易的特质适合你自己 你就重复去做 重复去做之后 你可以得到的是什么 像我重复去做的时候 我就可以让我的资产有感倍增 那我的会员因为相信我 然后跟着我一起去做 他们的资产就很有感的倍增 大家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吗 所以交易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可是大家进入股市 为了是什么 为了赚钱 不是吗 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你一定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 让你赚钱的方法 台股 股市就是零和游戏 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 谁想要赔钱 没有人想要赔钱 所以你一定要自力找出一个 可以让你赚钱的方法 那我们的会员 他们就是找到我 我就是他们的方法 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接下来整个台股 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正式指纹 其实我认为是这样 还没有正式指纹 可是整体来说 我还是不担心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第二季 我们要布局的主轴 其实都已经定掉了 我在第一季已经看到第二季 我在第二季已经看到第三季 我在去年的年底 我已经看到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这生计 我要做什么股票 等一下会跟大家再慢慢细聊 好 接下来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今天 刚刚跟大家讲过了 今天会有一个小游戏小活动 首先大家一定要加秀方的LINE 17888 VIP 你有什么事情 你尽量再LINE问我 那因为最近很多人加LINE 很多家甚至是很多之前的会员家来 那他们跟我说的故事 其实我听了很多次 怎么说 因为我之前在钱东家 那他们跟着我 他们真的是赚了不少钱 真的是赚了不少钱 可是我觉得人性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跟着秀方老师很好 有赚钱很好 这是他们讲的 不过讲的 跟着秀方老师很好 有赚钱 我们都很开心 我们都很开心 可是秀方老师现在离开了前东家 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可是秀方老师的股票 好像都要等 好像都要等一阵子 一下子 不知道等多久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原本的你的那一间投股的其他分析师 老实说 我先说 很多人他们会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 我觉得这是人性 说实在话 因为如果那些人他们就觉得说 我跟着你会赚钱 可是要等 可是现在台股行情那么好 对不对 现在台股虽然最近有震荡 可是他们一定会觉得说 整个台股还没死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 多看看别的老师 多看看别的老师说 我每一天都有涨停板的股票 我多厉害多强 对不对 可是这问题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们就会认为说 那一些老师每天都有涨停板的股票 所以他们想说好吧 那我就继续留在这一个地方好了 我就跟着别的老师操作 第二个强调重点 跟别的老师操作完全没问题 完全真的没问题 可是可是最后这些人 他们都回来跟我反馈什么 他们说秀芳老师 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我 比较适合我 我就说怎么说呢 我就拿来说 因为那些老师都会叫他们追股票 比如说什么股票 今天一定要讲 为什么一定要讲 因为我会觉得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分析师 可是你只要发现他的操作不适合你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要毅然决然的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而不是一直被人家听人家讲 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 就是你永远要有自己的中性思想跟想法 然后因为这个故事不是一两个来跟我讲 已经好多人来跟我讲 至少五个以上 真的至少五个以上 好那我说那是人性 他想要留在那边 想试试看不同的老师 然后想要知道说他们功力到底有多厉害 是不是每天都有涨停板的股票 好了事与愿违 第一点 那个我的会员 因为现在是我会员了 因为他回头来找我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前东家叫他们买中佑 他买在26.7块左右吧 26.7块 我们算26块 买在这个平台 买在这个平台 因为我回到3月底 买在这个平台 好了就买在这个平台 然后之后现在跌到这个地方 现在跌到20 20 22.3块了 跌到22.3块了 继续跟他们讲续保 因为就是跟他们编了很美好的故事 我那个会员就觉得不对劲 他想说 都已经跌到这个地步 还叫我续保 是以我看不懂技术分析是不是 因为我那个会员在24块 24块左右就停损出场了 可是因为 对方还是一直跟他说就是续保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选择 大家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我今天讲这个故事 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故事 因为他不是发生我身上 我觉得是故事 那为什么要点出这件事情 我其实想讲一个重点 就是为什么这些 我以前的会员 他们最后都会来找我 因为他们就是游走了 就是游走了那么多其他的老师 其实我不会觉得他们是 就是向心力不够 其实我不会觉得 我觉得这就是人性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让我赚到钱 别人一定也会让我赚到钱 你让我赚到钱可能是一阵子 别人让我赚到钱可能是一下子 他竟然一下子都可以赚到钱的东西 为什么我要跟着你一阵子 我就去一下子就好了 所以我就一直强调是人性 然后他们去跟了一下子之后 发现这一下子好像 不是你想的那一下子 然后他们就想起我的好 所以我昨天跟我会员通电话 我就跟他说 所以我觉得真的都没差 我一点都不想求 大家一定要回来找我什么事情 我就跟他说 所以我其实答的就是我自己的品牌价值 我真的是我自己的品牌价值 所以他们之后会来找我就跟他说 对啊 所以你跑去别的地方 然后你去跟过别的老师 你才会想起我的 他说对啊 我就说就是真的是这样 那就看你要不要再回来 我一切都不勉强 因为其实你们以对我来说 真的对我来说 我做想法真的是很简单 对我来说我觉得 你错过我是你的损失 那你浪费的是你自己的时间价值 那我有我跟大家强调 时间真的很重要 我每天都在跟我子女聊天 我就会跟他们讲时间真的很重要 他们很小 他们还小 哎这个不会讲话了三个月那个就算了 就我比较大子女 他们还小 他们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必须 他们必须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时间真的是不可逆 他们想说你在讲什么 我怎么都听不懂 他们都是会听不懂 可是就算他们听不懂 我要告诉他们 可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成年人了 你一定听得懂我讲什么 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真的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今天的你还是愿意要浪费这些时间价值 我真的没差 我真的真的一点差都没有 那我只能跟大家说 我对于投资这条路 我花了很多心血 我真的花了很多心血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我们超盘团队 是全新的超盘团队 我图的是什么 我什么都不图 我就是要给我会员最好的绩效 真的就是最好的绩效 你看叫你买中佑 我好有人买单 对不对 他觉得现在跌到22块也还好 那你就继续觉得还好 就是选择 你们知道吗 这个真的就是选择 你只要选了 你就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 因为是你自己的选择 没有今天没有人逼着你做什么选择 所以我也不会逼着大家做选择 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故事 那最近除了中佑之外 当然还有义法 之前有跟大家聊 义法他们大概是买在82块左右 82块左右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我最近在盘中常常收到一些 就是像Memo的东西 大家知道什么是Memo 就是有一些研究员他们去call公司 去访公司写了一段东西 那东西我自己也很常写 因为我自己的背 就是Memo 就是自己备注说 你去听了这场法说会 重点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常会收到这东西 可是大家注意一件事 为什么今天要讲 因为我在刚刚 就在刚刚而已 我在刚刚收到义法的Memo 可是这个Memo不是Memo 从正常的Memo会署名 比如说就是万通头骨 陈秀芳分析师 我写的我敢署名 可是我现在很常收到的Memo是 转传 比如说我刚刚就收到一发转传 我眼睁在看到 在那一秒钟 我收到那个转传 骨架都拉上去 可是那上面呢 他没有署名说是谁写的 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大家一定要正确判断 你收到的东西是真的资讯还是假的资讯 因为有心人可以做这件事 老师说如果我要做也可以 对我来说写这些东西不是难事 而且他不属名 你为什么不敢属名 就代表说你可能在早咬 不知道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这个 如果你有收到这种东西 我每天都会收到这些东西 可是最近我发现我收到这些东西 不属名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我提醒大家 真的要留意 你不要看到说有什么转发 今年一发什么Covers 然后今年会有7到8块 明年少说12块 现在78块本益比不到10倍 然后现在其他的设备股都已经涨翻天了 这一档股票就叫小万论 如果你有看到这 我刚刚只是举例 因为我刚刚不小心全部都背起来 就是我看一下瞄一下 就是这种故事我看很多 我俗称的鬼故事 我不是说这件事情 可不会是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我只能告诉大家 我用上面来判断 因为它是转发 他会给你一个梦 他会给你一个梦 他连名字都不敢数 他名字都不敢数 你们相信这种讯息吗 我真的一直要提醒大家 你真的要判断东西的真假 就是从这边 我觉得这边就很好判断了 因为我跟我研究员 最近真的很常很常收到 所以我才提出这件事情 大家如果收到的话 你不要一股脑的想说 就去买就去追 你真的要多留一些心眼 因为这个市场上说过了 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 到底谁会去写这种东西出来给你 就代表说可能他被套牢了 他用了他自己的势力 就在很多群组就发 在群组发东西 对不对 你不署名 你有什么法律责任 没有 而且你转发 你转发一通出去 别人可以帮你转发了 一千个地方一万个地方 那股价就这样上去了 你看现在要涨停了 你看现在要涨停了 那你要去追吗 你要去追吗 其实我想提的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 就是我说的 以前的鬼故事是听的 现在鬼故事是看的 而且是用什么转发听说 好像是我梦到 大家真的要留意这件事情了 就代表说 这些股票 你除非你自己有深入研究 要不然其实我建议大家 这些就当做杂讯再看吧 你没办法判断就杂讯再看 千万千万不要陷入 有心人的陷阱里面 好不好 特别就是我跟大家聊的 送分题 送分题往往都变成陷阱题 何必这样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你真的要谨慎的判断 你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投资人 对不对 不要跟着我就是说 想跟着休方老师 我们跟着一阵子有赚钱 然后之后又想说 突然想到跟别人一下子 就是一下就可以赚多钱 那你何必怎样 你何必这样 我告诉大家 波段绝对有波段的价值 为什么这么多 我认识很多 从10万 100万 500万 1000万 是几亿的 就是我们这些人 我们不是含金汤匙出身的人 我们想办法 就是想要在台北股市赚钱 我们真的就是一心一意 就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一直优化 我们自己的交易策略 这些人他可以成功 你会觉得 常常去书店看到什么 100万变什么10亿 100万 50万变什么几百几千万 这种书籍出来 你就第一个想法 你会想说一定是骗人的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负面 其实我相信那是真的 每一个人他能出书 一定有他的优势 一定有他厉害的地方 可是并不一定说 他出的那本书就是全然是对的 我觉得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 所以为什么要多阅读 就是你要集结每一个人的优点 每一个人他真正的那个关键点 所以我常跟张先生在聊 我每次在聊 我都会跟他说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关键是什么 他就问我说 那你怎么会知道 就是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都可以立即反映说 我看到这个事情 其实真正关键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 不是我聪明 也不是我敏感度高 而是因为你看多了 你看多了 你看很多书 看很多电视 看很多网路 就是很多经验是这样子累积出来的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好的经验 我们就是要吸取进来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那些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都把他们当作是真的 真的就是真的 那我怎么样 可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 你不用全然的跟他们一样 可是你如果 你看了十本书 你吸取十本书里面的优点跟重点 然后集结成你自己的操作策略 让你自己也可以在这个市场变成赢家 有何不可 你为什么要先去质疑别人说那是真的假的 你就是优化自己就对了 我们人生就是时间有限 唯一做的事情是优化自己 进化自己 当然是除了心灵财富那些等等的 很多人会追求财富 很多人会追求心灵上面的层面 我觉得都很好 就看你要什么 那重点就是 我们永远永远要不断的进步 而不是在原地 然后永远就只会 用负面的能量去想别人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今天一起跟大家共勉之啊 就突然想到 好不好 先进入一下今天的活动 今天的活动就是只要你订阅 订阅 然后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我的粉丝 加我的LINE 然后他就说 老师你今天怎么没影片 我怎么可能没影片 我没有影片 我两点多影片都上架 他说为什么我没看到 关键就是你没开启小铃铛 就没有及时通知你嘛 所以你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才会及时通知 及时看见 今天如果你是在YT 或是在李洲频道看到 程秀芳分析师是谁的 各位朋友们 只要你加入我的个人频道 你只要订阅 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截图给我看 证明你有做这些事情 然后你就加了我的LINE 我专属的LINEID是17888VIP 你就把这些东西 这第一个步骤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然后就传给我 到我的LINE 加我的LINE传给我 你秀出这个截图传给我之后 我送大家一个东西 我送大家价值6万块的周保 就是基本上我出品的东西 品质不用没有悬念 为什么 因为从以前我第一年出道 到第二年 今年第三年 那今年在万通我说过 我不卖爽周保 因为我的周保是属于我的会员 他们的plus的部分 那为什么今天我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很多很多我的原始粉丝 他们就来替我爆去 他们说 老师为什么你的订阅频道人这么少 我说没办法 到新地方就从头开始 不然怎么办 他说不行 我一定要帮你分享出去 大家真的很努力帮我分享出去 大家每天都会关注说 老师你现在频道人数已经多少人了 恭喜你有多加 十几个人 其实真的很少 那真的是想要回馈那些粉丝 真的想要回馈大家 所以今天只要你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然后截图给我 到我的LINE给我 17888VIP 我就会送你大家 等值的6万块钱的周保 6万块钱的周保 就大家来看看 那很多人不熟悉我 没关系 你可能是看李宗频道来的 那有一些粉丝 他是看李宗频道来的 然后对秀芳觉得 这个人好像 好像可以 又好像觉得 好像不是 就是好像是一个很稚嫩的人 大家对我的想法就这样 可是没关系 你可以观察 可是你想要直接收到 我的影片的话 你就来订阅我频道 那如果就很简单 那你现在就是从李宗来 或是从外面的频道来 你只要按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然后你只要截图给我 我就送你周保 周保的范例大概是这样 我会先写这档股票是什么股票 接下来的话 会跟大家讲说 营收表现是怎么样 如果这档股票 是我塞到营收强势过 我通常后面会写一些 对营收的一些看法 那就会跟大家整理一下 券商的报告 然后再跟大家讲 这一档股票的利基点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会跟大家讲说 展望在哪里 最后最后会跟大家讲说 操作策略该怎么做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可是这样足够了 这样篇幅其实我觉得很舒适 因为简单明了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 五个点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这档股票我看好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你想要这一份双周报 很简单 你只要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截图到我的LINE给我 我就送你 我就送你价值6万块的周报 好不好 今天活动 这个活动从今天开始起跑 从今天开始起跑 所以只要你看到节目 然后你看到这个 然后你只要照这个SOP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传LINE给 传到我的LINE17888 VIP 我就送你马上给你周报 马上给你周报 好不好 这个周报 这口碑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如果你今天才看到这个频道 才认识我 没关系 欢迎你来拿 你来拿不会后悔 就这样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话 操盘团队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昨天讲过 这档股票其实我们布局的 有一段时间 1月22号我们买进太紧 对不对 可是我们昨天获利全出了 获利全出了 昨天其实有人看到节目有来问 老师你怎么会全出 怎么了吗 我说过了 太紧这档股票我从来没有做错过 那事实证明我们报了一段时间 可是我还是可以让我会员赚钱 我们操作资金100万买70张 14万 450万买300张 60万 60万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保底 你每一季都有保底的东西 你觉得你一年的 你从你12月31号去检视你 今年一整年的迹象 你会很惨吗 基本上你不会惨吧 就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太过很有趣 你每一个月都可以有 可以有做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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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以买的题材 每一个月 然后每一次 你只要进入股市够久 你就知道每一个月 大家都玩什么把戏 这个就是我可以给我会员的东西 那你会觉得说14万很少吗 60万很少吗 那我就问你 你从1月到现在你有赚到钱吗 你有赚到钱吗 那我只能告诉你 这就是保底 保底是什么 就基本单 基本单接下来上去是什么 就plus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好不好 60万够你 就算是我的会费 这个是比较贵一点 60万 也是让大家就是三倍的会费了 三倍两倍三倍的会费 也够了 就这一档而已 就这一档而已 让我们就不去算之前的 小资组的那个90万了 对不对 就是均豪福华成名店 这讲到都讲到烂掉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就是你想要选择 什么样的操作可以让你心安 我就是这种 可以让大家稳稳操作 然后我们的资产稳稳的增加 我不敢说很快速的倍增很多 可是只要让我抓到那个趋势 我觉得这不是难事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人他们的故事不是鬼故事 他们可以从一百 五十万一百万五千万一亿 甚至他们抓对了一个趋势 他们现在的资产 其实已经到十几亿 可能明年我在跟他聊天 他可能变成百亿了 说不定 说不定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是 我们现在是在堆叠的过程 可是到最后 如果你部位真的这么大的时候 其实你的想法要改变 因为你部位这么大的时候 可能一个TIC 两个TIC 三个TIC 对于来说 那个涨跌幅就很上 所以到那个时候的策略会不一样 可是我们现在还不到那边 我们不用想这些 我们就只想 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一百万变成两百万 从两百万变成四百万 大家能理解吗 只要你掌握到每个季的保底 我相信这个不是难事 真的不是难事 接下来生技展 就是抢赚钱 我们就把他讲生技展充斥班好了 比较好讲 因为我每次讲到这边 都觉得自己卡卡的 生技展充斥班 昨天很多人来家 很多人来问我第一个问题 老师 你的主别有小支 有幸福学研班 有生技展充斥班 你建议我 要加入什么 我就问他 你现在手上持股有什么 基本上那些我的粉丝 其实他们常常会跟我互动 其实基本上我都知道 他们大概是属于什么太阳的 我们就以两个为例 第一个昨天有一个 其中一个他就是 他有在玩生技股 所以他熟悉生技股 所以我当然没有悬念 我就跟他说 对于你我的推荐没有悬念 你就直接来参加生技展的充斥班 然后问我为什么 我就说 小支足跟幸福学研班 真的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不想要玩生技股 为什么他们不想要玩生技股 因为他们觉得生技股 他们觉得不踏实 那是他们自己的偏见 可是这个是偏见 可是我也不能强迫他 可是我只能说 如果你愿意 你喜欢 你热爱操作生技股的 你的首选绝对是 这个生技股充斥班 那我那个 那个本来是我粉丝 然后最后他现在是我会员 他已经加入了 那他就是听了我建议 他觉得说我说的有道理 我跟大家讲 你A股 A股的话 我跟大家说过 今天这个礼拜 我认为他会动 所以我就跟他讲 今天他就一定要买 他今天已经买了 然后当然就是因为他的筹码问题 我跟他讲你只能买10张 在B股的部分 B股的部分我们也是慢慢买 先跟大家讲 B股今天这张股票又创高 在盘中又创高了 那他就 昨天那个粉丝他本来是问我说 那B股我不是说创高了吗 他也能买 我跟你跟大家讲 不怕大家知道 这张股票我是看翻倍的 所以我说现在可以慢慢买 慢慢买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他转折在6月 可是他转折在6月 我不保证说他是不是5月就会动 我不知道 这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他转折在6月 因为6月他会有一个 很好的故事出来 很好的故事出来 所以我才会跟我的会员说 我们就是慢慢买 你不用着急 可是慢慢买 你的成本真的就是会慢慢顶高 可是那又怎么样 你知道他会翻倍的东西 你在意他成本慢慢顶高 可是为什么我坚持 不要一次买期 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你一次买期 还不如就是慢慢有纪律的 慢慢就是跟着SOP 慢慢有纪律的做操作跟买卖 而不是一次就是把它买期了 你懂吗 这就是我们操盘团队 我们操盘团队可以给的 就是不是说叫大家all in 就是用现在市价call 这不是 而是我们每一天都不愿其盘的 精准算了一个点位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是在喜欢做生计的 那你知道秀芳是生计出身的 科班出身的生计人 那很贴近市场 基本上我做的生计 基本上没有 就是我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真的是非常高的 他也就像太紧 有谁叫你去做太紧 现在大家不是还叫你买合一中天 说什么已经到底 已经非常非常底了 就要继续抄底 就是抄底 然后有可能会大反转 你去看 昨天合一有一个好消息 可是今天合一涨怎么样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节目可能会有点长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今天合一涨怎么样 今天涨4% 今天涨4% 可是你看这个K线 那又怎么样 你那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他在200 300大有人在 对于我来说 他昨天那个消息 我觉得那没什么 那没什么 就算是有那个消息 我今天还不是 我到今天我还不会心动想买它 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可以买的时候 我就会跟你讲可以买 不行买的时候 我真的是没办法违背良心 跟你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抄底 现在马上买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不是我的风格 我只能告诉大家 A股可以买 B股更要买 C股等着买 好不好 这三档股票 期限四个月会费三叉丸 不会让大家失望 不会让大家失望 简单心算 A股10张你可以赚60万 B股40张你可以赚100万 不要加C股 60加100 这两档就可以让你赚160万了 那你会在意这个会费三叉丸吗 四个月三叉丸你会在意吗 我相信 会算数的人应该都知道 应该都知道 那特别是最近很多人就是马上来问 马上加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我对生计的操作 他知道我对生计的掌握度 他知道我对生计的敏感度 无论如何 我就是有这个本事 可以带大家在生计股里面赚到钱 那现在七月生计展 你不参加这个组别 你要参加什么组别 所以这个组别 就是我会推荐给大家的首选 可是首先你就是不能像我别的会员一样 他们说我说我不想做生计 不想做生计可以啊 还有别的选择好不好 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活动你必须要参加 为什么你必须要参加 你一定要来拿周报啊 对不对 现在周报不卖啦 既然不卖了 现在免费的给大家 送大家等值6万块的周报 你还不来拿吗 简单的几个步骤 第一个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截图下来给我17888 VIP 只要你做到这个步骤 你截图给我 我就马上给你 对我来说那些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可是我做这些事情 真的是回馈我的粉丝 真的是回馈我的粉丝 那你今天看节目的 就先恭喜大家 因为你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没有什么门槛 就是你只要做到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把截图截给我 LINE17888 VIP 我就马上传给你好不好 小资族的部分 今天这张股票 我的会员他是说 老师 这张股票真的是 最近这几天都很硬 就是慢慢往上涨 跟大家讲这张股票今天盘中 一度有快要涨7% 这就是我一直要给大家的 就是我们就慢慢买 我们买在这边等 你不要照进 你不要觉得说 每天都要涨停板 不要跟我讲那些天方夜谭的事 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天方夜谭 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不可能 就是对于我自己 我觉得每天我每天有涨停 这一档股票每天涨停板涨10坑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对于别人可能很简单 可是那不是我 那我只能跟大家讲 我只能给大家这种 好的股票我们买了 慢慢买 买到一个很舒适的成本位置 我们就等它发酵 那果然这一档股票 就股价就越跌越高 最近盘氏这么震荡 他还是一直越跌越高 那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在盘氏震荡的时候 就每天不想开APP 还是说你要像这种股票 那我相信很多人他会跟我说 他想要这种股票 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团队 这档股票还没还没赚够 还没赚够好不好 再来就是这档股票 老实说这档股票今天跌 我的波进购 有人纠正我说 好像台语不太好 就保障股波进购 那这档股票今天跌 可是在盘中我看到有主力进场 所以我这档股票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它的基本面 跟它的题材真的是好到炸掉 好到炸掉 只是它股性就比较有点震荡 那我觉得那没怎么样 反正我们就说了 我们就是慢慢买 我们就慢慢买 我们已经建了一个基本部位 接下来我们会再买 我们真的会再买 所以这档股票有震荡 我觉得很必然 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 好不好 那这档股票一样 一张预计的价差20 20块 我们算20块好了 那你有140万资金 你买20张20块 那简单性算吗 就40万 就40万 那为什么这种股票我可以找到 其实全部不是我的功劳 不是我一个人功劳 就是操盘团队 我们真的很用心 真的很用心 好不好 好 接下来今天生计小教师 要跟大家聊聊病毒与细菌 因为很多人还是没办法搞懂 什么是病毒什么是细菌 其实其中最具辨识性的就是 细菌可以独立的生存在自然界 可是病毒不可以 所以新冠其实就是病毒 所以其实那时候新冠开始很流行的时候 大家知道是病毒 因为基本上最后大家很多专家都会把都知道说 因为病毒它是要寄生在宿主身上 就是人身上 不一定是人 可是新冠是寄在人身上 然后你寄在人身上 你总不能你要跟他一起活 你总不能把人搞死吧 所以之后大家都预期到说 接下来演变就可能就是变成感冒 就是它不会立即让人死亡 只是不会是立即让人死亡的这种风险 所以病毒跟细菌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 细菌是可以独立存在自然界的 可是病毒是要寄数在宿主身上 因为病毒比细菌更容易产生突变 所以会使得抗病毒药物失效 所以治疗方面会比较困难 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就透过疫苗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新冠 新冠我们不是都有打疫苗吗 那就是刺激我们人体本身的免疫力去攻击病毒 那所以大家记住一件事情 抗生素是用来杀细菌的 不是来杀死病毒的 对不对 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常常听到 大家都搞错了 所以再一次跟大家强调病毒跟细菌的差异 然后接下来的话 抗生素的代表公司松瑞耀博程跟泰景 泰景KY 泰景这边有个星星 因为有个星星就这边少打 泰景星DashKY 有个星星跟大家科普一下 有个星星代表说面额不是10块的公司 就大概是这样 就是可以让你很直观的知道说 这一档股票面额不是10块 因为现在主管机关有规定 就是可以谈性面额 那有星星的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很多人不知道 今天顺便告诉大家 好 接下来的话还是要跟大家讲 你只要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把截图下来传送到我的LINE 178888 VIP 就马上送你 马上 不会迟疑马上送你我的6万块周保 等值6万块的周保 等值6万块的周保 那基本上我的周保CP值 大家有目共睹 知道我的人 你们一定会来拿 你们一定会来拿 可是就很简单啦 现在就是不卖了嘛 就是不卖啦 就是我的会员专属 Plus的部分 那今天这个活动回馈粉丝 只要你简单这几个步骤 马上送给你 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截图下来传到17888 VIP 马上给你 马上传给你 那让你们知道说 秀方的选古逻辑 跟秀方的选古策略 好吧 好今天我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就大家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一定要来参加 等一下 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你们这很简单啊 不拿白不拿 其实大概是这个概念吧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来拿啦 真的 赶快来拿你就可以知道说 接下来秀方对于整个 整个盘势啊 然后双周报 就是对于整个选古的方向 大概是会往什么主轴走 往什么主轴走 所以欢迎大家马上来拿 好今天我的节目就到这边 记得帮我按赞啦 因为我昨天有朋友跟我说 秀方你的那个按赞数怎么越来越少 我想说是不精彩吧 就是还是一样啊 就请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喜欢我的频道 真的要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就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咯 谢谢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出 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